健保署从104年开始提拨公益彩券 协助补助弱势健保欠费 东区业务组和花东两线跨机关合作 成立了爱心专户补助交款 今年有135位的民众受贿 金额达到110万元 另外考量疫情针对申请健保费 还缴的保险对象 也成立了爱心专案补助 有63个人受贿 健保署就协助我们有一个方法的方案 我们很感谢健保署 家庭经济困难的张家仁 透过影片表达感谢 因为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每个月几千元的健保费 如同天文数字 好在有健保署爱心专户补助交款 减轻经济压力 健保欠费的部分 让我们能够补助这些家户 让这些家户能够有一个 医疗正义的部分的一个实现 让我们的家户 不会因为欠健保卡不敢去看病 健保署从104年起提拨公益彩券 一般性计划 协助补助弱势健保欠费 但今年由于新兴社福计划 支出增加 货配额逐年减少 因而与台东县社会处 花莲县卫生局跨机关合作 移动区业务 组成爱心专户 补助健保欠费 今年共有135人受费 补助金额达110多万元 钱真的不多 但是心意是很重 我们总共大概投入将近90几万 将近快100万 也帮助了109户的一个家户 另外考量疫情增加弱势经济困境 健保署也针对申请还教的保险对象 成立爱心专案予以协助 总计有63人受贿 共补助将近35万元 这里是社会台东市报道